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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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过他强调港独 在事非上非常清晰 讨论结果仅有一个 那便是不可行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长杨润雄 图自香港电台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三日也表示 香港拥有言论自由 但港独没有空间 除了今天对发表港独言论的大学生予以谴责外 林郑月娥近期就港独问题多次表态 据香港政府新闻网消息 林郑月娥7月25日出发 到北京前在香港机场会见新闻媒体时说 特区政府和他本人对于港独这个议题立场坚定 要在香港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 必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和领土完整 8月5日 林郑月娥重申 特区政府和他本人都对港独立场非常坚定 绝不容忍任何鼓吹港独的言行 必定依法遏制 林郑月娥8月5日重申对待港独的立场 托自香港政府新闻网 稍后 海来了 政府系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